中共国安部跳到前台 学者分析习家军为危机做准备 河南浦阳要求寄宿学校 夜间10分钟检查一次房 埃查尼亚市井 北约低估俄国军备能力 与中国互免签 外界担忧 新加坡变成第二个香港 小心预防台湾炸房集团被抓 房主被害仍然不知 金正恩首次承认经济困难 配给致崩溃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机生TV两大要闻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六 好的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国安部最近很忙 原本只是主管政权安全负责情报工作 现在却冲到了外交经济等不同领域的最前线 分析人士解读这背后的奥秘 去年9月份 中共国安部多次救外交事务发言 甚至公开救中共党魁是否到旧金山出席APEC峰会发表意见 11月份国安部又插手金融 禁止唱空 看空 做空中国金融市场 宣布国安部将密切监测金融领域安全 12月份国安部发文谈经济安全 说国安机关要坚决维护经济安全 国安部甚至因为涉入经济领域过深 被在股市赔钱的胡锡进阴阳怪气 为此国安部在党媒发文 不点名地与胡锡进隔空互骂 除此以上的跨界操作之外 国安部在本质情报领域也相当高调 不仅公开地对英国军情六处等机构开炮 日前还公布一宗间谍案 结果因为把案情描写得太像低俗小说 让外界认为中共国安部实在编故事 历来隐身幕后的中共国安部突然活跃 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斌 1月26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中共国安部表面是说要打击外敌 其实重点是加强对内监控 已经介入到中国内部各个层面 而国安部之所以膨胀 第一个原因就是习家军内部 各派系都在争先恐后的扩权 无论是国安部也好 公安部也好都试图扩充手中的权力 袁洪斌解释说 这并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 而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意识到 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已经到达了顶峰 到了一个很危机的时刻 各个权力系统都想一旦习近平发生不测时 自己掌握的权力能够应对危机 保存自己 打败政敌 袁洪斌说 习家军都想让自己所在的帮派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大动荡时的各种危机 国安部扩权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的需要 除了中纪委这把刀之外 习近平还要把国安部这把刀磨快 因为他知道关心不稳 官员躺平待正 在私下表达不满已经成为了常态 前北京律师明镇 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 现在中共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自己的安全 习近平要把政权的安全机构变成他个人的安全机构 因此国安部不仅跳到前台 还要全盘通吃 不管是什么机构 什么人都要服从他 因此现在中共各个部门之间横向的布局已经打破 国安部变成了超级部委 比一般的机构权力要大很多 完全成了习近平个人的御用机构 赖建平说 中共国安部现在在全国抓间谍 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压抑 这种高度管控的镇压让很多人恐惧 中国未来会越来越有朝鲜的样子 但是与此同时 专制政权和整个社会之间 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 两边在博弈 政权的控制稍微一松懈 就可能落得一个惨败的结果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英才学校宿舍火灾之后 河南浦阳市浦阳县下令 所有寄宿学校必须在夜间安排艺人助手 每10分钟寻一遍宿舍 中国开年以来 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特别是英才学校宿舍失火 13名小学生遭遇不幸 有消息指 学校夜晚锁上了宿舍门 导致学生无法逃生 但是方城官方通报说 传闻并不真实 宿舍有两道门 通常门从不上锁 惨剧疑云还没有消散 河南各地许多学校提前放了寒假 避免风险 浦阳县一名寄宿制学校的教师 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近期学校接到通知 要求所有寄宿制学校 必须在夜间安排一个人助手 彻夜不睡觉 每10分钟寻查一遍宿舍 白天可以排休 这位老师透露 这份通知特别指出 每天会调取监控 检验是否确实坚守宿舍夜巡 这位教师25号接受 萧香晨报访问时表示 这是近期接到的通知 自己在浦阳县一所农村学校工作了36年 有很多学生寄宿 因为农村孩子离家远没人接 浦阳县一所寄宿制的小学的老师 确认这个消息属实 说安全科哪边说有这件事 据报道 下发这项通知的是浦阳县教育局 教育局以工作人员对媒体说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但是安全5小时 每隔10分钟 每个办公室都去一趟 也不为过 国内网友批评说 全面改善住宿消防安全 才能治本 10分钟查一次房 纯属形式主义 出事就折腾老师 不光夜班老师不睡 孩子也睡不好了 每10分钟就有人开门进来一次 这些政策制定者不是蠢就是坏 爱沙尼亚国防军司令海瑞姆 近日向彭博社表示 北约严重低估俄罗斯 在招募士兵与生产军备上的动员能力 根据商业内幕报道 北约过去低估俄罗斯动员能力 不过最新情报让北约重新评估 俄乌战争 并且发布了一系列的警告 称要为持久战做好准备 今年的7月份 英国评估认为 俄国每年最多生产100万枚炮弹 去年的12月份时 英国国防部评估称 俄罗斯需要10年才能够重振旗鼓 但是海瑞姆表示 最新的评估预示 俄罗斯每年可以生产数百万枚炮弹 招募数十万士兵 他说 过去很多人认为 俄罗斯无法做到 但是今天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美方在去年4月份时曾经试警 尽管乌克兰让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 但是俄罗斯地面部队规模 其实比最早发动战争时更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3号 呼吁西方盟国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弹药 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了弹药战 农历除稀起 中国和新加坡将实施互免签证 有学者担心香港成为金融废墟之后 新加坡面临同样的风险 还有新加坡华人担忧犯罪率会增加 中国和新加坡协定双方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 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停留不超过30天 新协议将在2月9日农历除夕正式生效 在新加坡生活近20年的华人文迪担忧 大批中国人涌入 会使物价飞涨 诈骗集团也会进入新加坡 台湾资深媒体人杨献宏对自由亚洲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急速下滑 利益集团需要一条转出资金的通道 杨献宏担忧 中资和中国人在新加坡的比重越来越大 会挤压本土和外资空间 这会加速外资从新加坡撤离 也会改变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杨献宏说 这样红二代跟官二代 能够到新加坡去洗钱 未来会改变整个美国的亚洲政策 新加坡选中国这一边 对新加坡来说可能会进一步的垮掉 香港已经变废墟了 它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德国台湾裔时事评论人士程世光认为 新加坡当局只看到短期利益 而忽略了长期被中国渗透等负面影响 程世光说 这个免签的协议事实上 对新加坡没有太多的好处 因为新加坡公民本来就是15天 可以免签到中国去的 为了提振经济 去年中国宣布对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马来西亚 6个国家实施单方面的15天免签入境 但是实施的第一天 仅有180多人入境中国 台北市刑警大队日前破获台湾首宗 专针对房产下手的诈骗集团案 诈骗手段缜密 被害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的房产已经被转手 据自由时报的消息 警方调查发现现年43岁的翁某具有财经背景 从30岁起就分别被台北、新北、彰化、台中地检署通缉 至今已经超过了10年 因为长期被通缉无法正常工作 翁某从2019年起开始对亲戚朋友下手 说要代为兑换免费高档餐券和旅游补助 趁机拿到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影印件或照片 再查询地级 只要确定对方名下有房产 翁先生就开始诈骗计划 他的手法是 先到房产调节委员会 说对方有债务纠纷需要调节 然后安排同伙扮演对方的委托人出面 双方唱双簧 一拿到房产调节委员会给的调节核定书 立即办理房产购户 翁某的团伙从2020年开始 通过诈骗获得了6处房产 转入翁某名下的两处房产 约价值4000万台币 朝鲜在23日到24日召开 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 金正恩亲口承认地方配给制崩溃 根据朝鲜劳动新闻25日的报道 金正恩就朝鲜的城乡差距和地方经济落后等问题 批评说部分政策指导和经济部门根本是在敷衍 只在条件有利的几个市郡建设工厂 金正恩罕见的城镇 朝鲜无法保障人民的基本食品和物品的供应 针对金正恩的言论 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吴庚谢等专家表示 金正恩有意动员军队参与地方工业重建 说明朝鲜国内民意变化非常严重 朝鲜经济危机加剧 朝鲜奉行先军政治 把武器开发放在民生的前面 目前看来金正恩希望武器开发和地方发展同时进行 但了解朝鲜情势的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 建设工厂所需要的材料 电力等严重匮乏 所以这项计划成功率很小 韩国统一部26号透露 朝鲜首都平壤和非平壤地区 在粮食分配 住房 医疗 教育等 总体生活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显示朝鲜整体地方经济连初级条件都不具备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节目的内容 在接下来静怡的时间里 和您说一说这几天看政论节目的留言区 竟然看出了恋爱的既视感 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几天很多网络大V都在做批评王某某的视频 静怡就在翻看留言区 有这样一种风格的留言 说我以前怎么怎么喜欢你的节目 如今看你这样做太如何如何了 我要退定你 取关你 刚好呢 静怡这几天在看一部超级幼稚的恋爱剧 上述的句式就让静怡立即在眼前浮现出电视剧里的画面 恋爱中的小女生撒着娇对男朋友说 为什么你买的奶茶要加珍珠 你根本就是忘记人家和你说的 人家不喜欢珍珠 你根本就没有把人家放在心上 你讨厌了啦 人家不喜欢你了啦 人家不理你了啦的既视感 但是怎么说呢 恋爱中的小朋友嘛 就是这样了啦 也无伤大雅了啦 可是有一个胡子拉叉花枝烂颤的大叔突然间跳出来 说人家不喜欢你了啦 人家要取关你了啦 这种感觉真的是刺激 我只能说胡茶大叔 你是猜对了前一半没有猜对后一半 前一半是什么呢 的确这是一个流量为王的年代 所以才有了王某人大放厥词的机会 后一半是威胁别人这个行当 你得学中共 比如想要摁住韭菜就得捏住他们的软肋 什么不还房贷就会信于破产啦 什么影响你三代不能考公务员啦 但是 对于多年反共的大V 已经被中共磨得没有软肋了 已经不是韭菜了 铁拳金钱的咒语已经伤不到这群人了 而一群在留言区里 撒泼卖蒙耍赖的人 除了能体现出自己的胡子拉差的少女心之外 也真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欲言中说 当今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审判的年代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各位看官 在分辨善恶选择未来的这条路上 我们各自珍重 能走一个方向 那是我们的缘分 我们很感恩有您的陪伴 不走一个方向 那也可以自便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